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 美鳳有約的廟 祝大家中午用餐愉快 新的一年 在這廟 先祝大家平安 順利 過年的時候 是不是有人去廟拜拜 或是祈禱 這都是祈禱的方法 去廟拜拜 我們也祈禱 還有風調雨順 還有家裡的 大大小小的平安順序 不知道今天特別來賓 他們過年的時候 或是新的一年 他們會如何 祈禱給家裡的風水 各方面都比較好 等一下請教他們 首先請到這位 他今天有帶一些 很可愛的東西 可能他的祕訣 我們歡迎益軒 美鳳姐好 大家好 賺錢不求大富大貴 只求能夠吃片天下美食 對 這也很幸福 另外這一位 不曉得她心願是什麼 我們歡迎陳維銘 美鳳姐好 大家好 新的一年 希望大家有 第二個 騎大隻華大貴 四處走好運 讚 另外這位 有這麼多祕訣 給大家做參考 我們來歡迎冠玲 鳳姐好 大家好 2024是20年大運的開始 用對方法 你兩年就會大富貴 真的 很好 先請教 你覺得 過期一年 你運勢又如何 我感覺 20 妳可以說故意沒關係 好 我2023 我覺得還算是平平順順 然後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 新的挑戰 就除了原本演藝圈那些工作之外 然後我還那時候 去年整年都在主持那個Podcast 就是在講美食 就在聊美食 跟大家分享 然後大概在 比較年中年後又開始拍戲 對 所以就是有能夠多重的 不同的領域 就可以去多多地接觸 然後去多一點學習 對 這是很重要的 也很需要的 來多一點不同的體會 對 另外維銘呢 我覺得去年我還不錯 兩齣電影 一齣是大壞 一齣是給我中間 不是沒有中間 入圍 入圍 很厲害 放肯定 電影的圍器 我就覺得 不錯 有另外一個部分 讓我看到 另外一個部分讓我睡覺 不錯 去年我開 我開一間 電影機的工廠 開五年了 頭三年是疫情的時候 疫情的時候 我生理又很好 為什麼 我知道 因為大家想要跑郊外 不是 因為大家就怕坐公車 坐捷運 人坐 對 對 結果人都跑去買機器 像說 比較不會去感染 對 身體的程度好 一直好到現在 不過維銘我記得你曾經 又有破財 然後你女朋友 什麼一些經驗 40歲那一年 很慘 你看40歲那一年 其實我們大概20多歲 就進演員圈了 賺了不少錢 然後也存了不少財產 然後生活也很好 可是就交錯一個女朋友 就錢 房子 車子什麼 騙光光 40歲那一年 我竟然在40歲那一年 是破產 等於近身出戶那一年 對 連住都沒地方住 而且我記得那個時候 比較慘的是 你連手機都繳不出來 手機沒辦法打 去跟路人湊零錢 去打公共電話 我有過這麼一段時間 所以我大概 我大概花了四年的時間 才把當時付的債 把它整個還完 然後那個時候 就是你現在回想起來 我不會覺得苦 我覺得那就是一個 但是你講出來 那個內容是苦的 就是比方說 我今天上完美鳳有約有沒有 一上完 我就立刻把這個錢 連夜拿去還人 或是幹了 所以收入還是有 工作還是有 表演也繼續 可是你賺到的錢 都是別人的錢 四年的時間 可是那四年時間 也讓你改變了 你的消費習慣 原來花錢就是大手大腳的 對 後來就是經過那些時間以後 你花錢就更大手大腳 覺得 那意思是說 自己也有在努力工作 就為自己吧 對 有過這樣的經驗之後 當然 自己要的是更多機會 努力工作賺錢 對 因為你有錢 你比較會能夠 將來你可以選擇 你要做什麼 什麼不做 所以最信任 還是努力工作賺錢 是最重要 最重要 曾經有過這種過程 過程 大家都是在感情上破的 妳也是 也有 但是問題是我 當然不是像妳那個等級 沒有 但也是 對 因為可能我們那時候 才剛開始工作一陣子存了 就是那時候的環境是好的 有存一點點錢 然後那時候就有交往一個男友 剛開始都OK 然後大概隔了 可能兩年左右 中間就是有一段時間 他就是 就是平常 他就是說他工作常常在換步 太穩定 拿一下這個A工作只做兩個月 對 下一個工作 又有四十兩三個月 然後所以就是可能 錢就是滿不固定的 然後後來就換工作 換工作 換工作到有一段時間 他整個失業 失業了一大段 大概可能近一年的時間 也都是我在付所有的開銷 這也都沒所謂 然後可是在那一段 他失業的那段期間 他又去 就需要買一輛車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他要買一輛車 他跑Uber嗎 沒有 那時候還沒有Uber這個東西 然後後來就買了一輛車 所以只付了 好像一點點頭期 然後後面的貸款全部都是我 在好幾十萬的車錢 全部都是我在付 他負責在你上下班嗎 沒有 因為他就是說 他有些時候 要跑一些地方 要去找一些人 客戶 去拜訪 希望能夠賺到一些案子 什麼什麼這一類的事情 對 也是各種理由 聽起來 後來最慘的是 就是還是被 人才兩次 對 其實妳算是運氣好 還好他劈腿 他如果繼續騙 也是 對不對 對 其實還好 真的就是過去的經驗 就想來也有曾經大家的陪伴 也謝謝他的陪伴 對 OK 當然就是說新的一年 我們說過了 好的運勢很重要 是不是 而且龍年 這個趕快先請一下冠儀 其實鳳姐我覺得人 就是要看對風向 那今年的龍年 它是一個很特別的年 就是 人家說 20年一次的大運 今年的龍年 它是20年大運的開始 對 按說今年沒有春 沒有立春就是 有錢 但是你如果沒有做一些 準備錢春不下來 缺所謂的裁員 明年走的龍年就是火運 我們有整理幾個方位 給大家看 因為我跟你講 每年的方位不一樣 我每年時間到就會依據說 今年的財位在哪兒 稍微變動一下我的布局 龍年的正財位是在正北方 正北方其實就很適合 我們擺放一些招財的一些 比如說聚寶盆 皮修 偏財就是 有時候我們希望有一點 財券 發票 這個就是偏財 就是自於說所謂的東北方 東北方 再來還有一個是文昌位 就是家裡人家在特色 西北方 特別是 我們如果大部分都不用特色 要怎麼辦 文昌其實包含 有時候你的工作 像比如說你做Podcast 或者是有時候你寫劇本什麼 你需要文思敏捷的時候 其實文昌位就很重要 對 每年都可以在所謂的財位 文昌位最重要的一個 關鍵就是 環境要整潔 如果你的文昌位 財位 就是很髒亂 或者是很暗 自然你的孕圖就不會開 所以其實一整年大掃除 媽媽可以看一下相對的方位 微微地調整一下 家裡面的布局 像我們很多 我有一些朋友 他就是為了 也是招財 招桃花 招人緣 然後就在財位放鮮花 然後說什麼 我有聽過他們就是說 要擦七枝百合 什麼招桃花 對 然後放在粉筋裡面 這樣是OK的嗎 不行 你擺在柴位 你賺的錢會花光光 為什麼 因為其實花擺在那個位置 柴位就很容易花出去 你有擺花嗎 沒有 對啊 對 我連乾燥花都沒有了 男生家裡怎麼會有花 真的 那還是花掉 盡量就不要擺太多金屬類 或者是電氣類的東西 它其實會干擾你的柴位 我先問一下老師 我也看節目 有風水老師講過說 你準備 比方說快要過年了 你準備隔年的年度的 數字的相同的錢 握在倒數的時候 跨年倒數的時候握在手上 心裡就冥想說 鈔票滿天的 鈔票滿天這樣 那就可以發財 這也是一個 其實我覺得很多東西是 其實我覺得很多東西是 首先你自己要願意相信 對 你自己都不相信我會好運 我會有錢 你的運勢怎麼會好 我的方法都是聽別人這樣聽來 因為我跟鳳姐一樣 妳以為我剛剛講的是 我自己發明的嗎 都是這樣 就是人家會你一言我一言 跟你說你要怎樣 我就會跟著做 然後這隻很可愛的 它就是 因為招財貓大家都知道 就是招財來 就很多店家都有 但是現在就是非常 這一兩年非常流行的就是 就是表示它招得更 就是跟它比腕力的 對 就是它招更多更多的財 更兇 對 更兇 所以它上面還寫一個 然後另一個 這很可愛的小馬 也是是我朋友 就是它是在南部東港 然後它是從那個東龍宮 它就是每年只有一次 然後就要去排隊 然後求來這個非常可愛的 這隻小馬 然後它也是 它的那個頭 就是你要知道你的柴位在哪 而且它的頭是要朝室內 不能對著外面 就表示它室內的話 它會把它柴 它帶柴進來 對 它會把柴招進來 所以這些小東西就是 看起來又是可愛 好看 然後又可以擺在家裡 如果就是 如果家裡擺的那種太多什麼 什麼瓜 幹嘛 就也不適合我們的風格 對 冠妮 那請問一下 有沒有其他的 開運的建議 像今年是龍年 我前面幾年疫情 其實很多做生意的人 其實都覺得很低迷 是 很糟糕 我就一直很期待 龍年的到來 大家都期待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龍年今年是20年開始 走火運 特別是像我們這個行業 我們做媒體的 做銷售的 其實都是要走大運 對 也是火的 對 因為大家都知道 龍就是很祥銳之受 包含像皇帝的紫禁城 鳳姐 你知道它有整個龍嗎 有人去算出來是1.4萬條 超萬條的 就是包含什麼屋簷 龍床 牆壁 連它的欄杆什麼龍土水 全部都是龍 因為以前我們經常說 家裡要興奧 都要有 要有龍脈一些風水 我們家沒有龍脈怎麼辦 我就有一個法寶 我們在家裡幫自己擺一個 飛天的龍脈 它這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鳳姐 你看它上面是圓的 下面是方的 其實這個鎮 是我特別去跟老師請教來 它是一個 天原地方 代表說把天地 就宇宙和諧 對 把天地之氣都濃縮在這裡面 滿好看的 因為它是一個 不是一個在睡覺的龍 擺在這裡其實就等於 在家裡面很像那個廟 敏桃間 我們不是都有那種 許願池都有龍嗎 對 龍要有水 它的溫才怕會損 這個還有水 等一下 水在這裡 鳳姐講到一個重點 我們不把他浸在流水 其實我會搭配一個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其實 這小葫蘆能幹嘛 它其實是一個鎮法 這是一個香爐 當煙點下去的時候 它是不是有階梯狀 它的這個煙會往下流 代表 然後它階梯狀有大概五個階梯 代表著 還包含我們的 全部都有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說 龍脸有柴 怕無褲 就是怕錢都開開去 下面這個方正的地方 叫做 我那天跟老師請教一件事 他說 如果你前面20年 絕對都沒有賺到錢 其實這個龍脸 你做好準備 你是可以把這個柴水 把它養起來 而且它那時候 還給了我一個小小的秘方 這個是一個 老師給了我這一張針對龍脸 是有五柴神的養財符 然後旁邊有太陽新菌 跟太陽新菌 簡單說就是這張 放在家裡 錢財就會一直養 一直養 你就是賺一塊錢 如果用好方法 你的一塊錢會變一百塊錢 你的一百塊會變一千塊 變一萬塊 它就是一個養財的概念 對 葫蘆 葫蘆感覺就很吉祥 招財 對 其實這個葫蘆 它代表著是福跟鹿 像比如說你看廟裡面 人家說要去收藥 收不好的氣勢會用葫蘆嗎 對 這個葫蘆香 它燒完之後 還會預測你的運勢 像這個香燒完之後 這是我自己親自燒過 實驗起來 有三個結果 第一個如果你的葫蘆是 微微裂開 就是你在許驗的時候 盡量就小心一點 比如說你今天可能要出遠門 燒出這個香 你就要謹慎一點 如果有的人他會想要 就是 比如說我做投資 最常最近買賣股票 今天這支股票想買的時候 如果燒出來葫蘆 是整個裂開的 就是代表你今天要保守 趨吉避休 但是如果你今天 許的一個願望 燒出來葫蘆是完整的 代表你心裡所求的這個願望 會有求必益 這個葫蘆它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還是 像維銘哥常常在拜拜 我們就知道財神爺最喜歡 就是老三檀香 老三檀香 我們點這種檀香的味道 財神爺 皮膚會教他 你在家裡很財神 他來到你老 他就會停留在你家 如果有一些朋友也說 除了檀香以外 他們也會燒那個什麼艾草 艾草 或者是洗一些什麼艾草的那個 拿來洗澡 那樣是對的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 古人的智慧很好 你像以前沒有那麼多方法 以前的人就是愛草 沒草 有的是什麼財神 去弄什麼陰陽水去 在這裡 財你的金 壓你的金 但其實現在的方法很多 除了艾草是儲惠 我們講說今年龍年 我們大家都希望說 財運很好 很旺 其實有一個 是我自己很喜歡的法寶 就是這個 這個是一個 然後鳳姐它很特別的地方 你看上面這有一個符咒 這個是老師 它把酒縫破碎符封印在裡面 這個是由奎爺加持 其實像維銘哥之前就有 有演過那個電影 他就知道 鍾奎它是一種萬應之神 就是很多大老闆 如果你要求財 求什麼 其實奎爺的加持 加上這個檀香皂 是把柴氣把它洗進去了 那這個洗的時候 就有檀香的味道 對 它有淡淡的檀香味 然後再加上這個所謂的50水 維銘哥 你們可以洗看看 我們現在洗了就會開運除灰了嗎 會 快點洗 全脫 全脫 誰打誰 它真的是全身都可以 全身都可以洗 因為它這個符 有請教過老師就是說 它本來就是用來除灰 雖然我們如果洗澡的時候 碰到一些私密部位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問題的 都OK 我會說碰到私密部位 有冒犯的一部分 不會 因為它本來就是用來 所謂除灰 對 我們人有時候會覺得 孕有卡卡不順的時候 其實用洗的就是把這些 晦氣洗掉 對 因為以前我們有時候會去廟裡 人家去睡覺 或者是說老師會給你一些符 你還要用陰陽水 現在不用 現在很方便 就是你只要會洗澡 就可以了 在洗的過程當中就是把 柴氣把它洗進去 它是細緻 香味是舒服的 會更多洗 像裡面這麼細緻 其實是因為它裡面有 還有包含像是一些 精油的成分 然後玉米的起泡劑 所以洗起來 它的細緻度 不會讓肌膚有乾澀的感覺 你看到這一顆灶 它還是台灣的 CGMP的廠 所以洗後你可以很暗心 不用怕 它的有的是一些色素 洗後會對孩子不好 其實小孩跟大人 錯過洗 檀香會把這個材氣洗進去 你自己聞到那種材神的味道 其實就像鳳姐剛剛講 舒服 我們要相信自己運會好 你要自己相信 有的人就是自己不相信 你的運作就不好 然後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一個就是 像玉米哥剛剛在講 我們剛剛在聊說 他常常講鬼故事 對 我其實很不愛講鬼故事 可是你有常常受邀去講 對 因為講鬼故事 其實我自己知道 就是你只要一講鬼故事 開始了 全世界各地在這個空間的鬼 他一聽到 比方說他這個鬼 比方說在非洲 有人說我 真的嗎 真的 我以為只是不能在戶外 所以我每一次 如果有工作要講鬼故事 講完 我都是好像去掃過木一樣 我不會直接回家 我會先去人多的地方 再回家 對 像玉米哥這是 我們比較常見的方法就是 他感覺得到有不好的東西 可是我們多數的人 人家開玩笑像麻瓜一樣 就是 沒感覺 不好的東西 可能在你的旁邊 我們也有說話 不知道 等到我們有感覺的時候 可能就已經 已經被沖煞到 你去人家太害怕 或者是說 你身體已經開始有 不舒服的感覺 像我自己就是 比較聰明的方法 我的防範的地方在這裡 鳳姐 你看 我這裡有一雙這個 這是什麼 黑色的襪子 其實這裡面 是有這個 這個其實就是 法師用所謂的 平安的靜身符咒 它設計在腳後跟 我這邊有一個本人 給大家看比較清楚 它其實把這個符咒 是封印在後面 是因為 人家說有時候在外面 壁面如果要對 它是從腳尾筋 所以有時候人家想說 有時候去很多地方 陰暗的不要去角落 我們要保護自己 我自己就會穿這個 它是把符縫在裡面 像玉米哥這個 我們怎麼洗 它都不會掉 後面的地方又看不出來 我看出來了 它是織 它是連這個線織在裡面 不是印刷上去的 它不是印刷的 它是特殊的一個Y型的織法 再加上台灣棉 好厲害 所以其實穿起來 它的舒適度跟透氣度都是 沒有問題的 而且穿在襪子裡 清膚性很好 誰都不會知道 而且現在人 穿襪子的紀律很高 對 沒錯 就是旅遊的時候 像我自己是 如果我有坐飛機 有出國 有住飯店 或者是說今天要去探餅 我就一定會穿 因為這些地方就是很容易 讓我們覺得會心驚驚的 新的一年用這樣也是一種 保護或是祈福的方法 對 我自己有 外表看起來好像很科學 但其實我心裡面是很信這個 所以我從兩三個月前 就一直期待龍年的到來 但確實我有覺得 就是有了這些方法 我有那種感覺 越來越順的感覺 就是那種機會是準備給 已經準備好的人 對 我們當然很努力地工作 但是有一些小方法 小法寶 我們的心頭會比較痛 那你就會覺得 不管你是要享受人生 或者是實現自己的夢想 我覺得這都是一個很大的助力 對 實現自己的夢想 享受人生 當然自己要努力 努力有時候天使地利 我們是給自己多一點好的運氣 好好的機會 多一點這樣 然後把握好機會 就是新年用好的東西 幫自己的家裡或是風水 然後財運各方面做好一些布局 讓自己跟家人 都有一個好的運勢 可以提升更好的一種風水之外 還有人員 工作 一切都能更順一點 對 所以這是很重要 如果知道了 我們就大家做參考了 總是祝大家心想事成 對 心想事成 對 總之非常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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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美鳳有約 謝謝 謝謝